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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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了 因為病了 進了醫院 今天是1月21日 星期一 有所謂的資金納和成交金額方面 第一 藍色線是大雪成交 來到1月17日之後就滑下來 不用想 成交是很低的 接著北水 北水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真我意思是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們最主要的是 他們日出日作是炒東西的 所以一個禮拜更加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最主要看它流入是什麼呢 美團掛得了 為什麼流入美團呢 撐住一下 不過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派了這麼多股票給南碑股東 它是要沽你的嘛 所以你沒有法子的 那幾支銀行有呢 就OK一些的 騰訊這些也是 因為你只不過就是說 要走進去 要撐住它 沒什麼意義 中國移動OK的 那麼 這個小排汽車這些這樣 沒有法啦 是不是啊 都是差的了 那麼北水方面你看到這裡呢 就是出日作這樣 所以暫時沒有看它 板塊方面 只剩下紙的板塊是上升 其他都會掉下去 那麼有人說 那將它怎樣呢 明天會不會好些呢 一定會好些的 明天一定會好些的 一定會多些板塊上升的 不過上升又怎麼用呢 好 今天我們看到呢 只有一個板塊上升 升幅是十分之小 只有0.10% 其他都全部 就算是前五排行的話 這都是跌得少的 那麼 那些板塊上升呢 有六環控股 楊光子葉啦 這些比較大一點點的 那麼這個就看 那麼我們再看看 那麼大一點的九龍子葉啦 什麼什麼李文造子葉 那些全部都不見得到 其他 再其次呢 就是有 所謂這些這樣的 其他的項目 那麼這些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不升不跌 除了這個升一點點 這個就跌了了 再其次是中標珠寶的 那麼 看得到 基本上 就是這些都是很細小的股票 升升跌跌 都是在說那三個先 那就去到8%了 有什麼意義呢 再跟著呢 就是工商和介入服務股 他們雖然整個板塊是跌的 不過 其中裡面很多板塊都是在升的 那麼這裡即是告訴大家 留意一下 這個所謂這些工商和專業服務那裡 還有媒體也都一樣 那麼 不過呢 有個情況就是 全部都是小的 所以也是因此的成交 也都會很少 好了 我們看回來 恆生指數 不用看 村底 周線圖上面的村底 月線圖上面 來到這裡 這裡 這裡就會有一個可以和大家 去談談談講講的事情 我們將恆生指數縮到來 去到這個是2009年這裡 在這裡呢 我是看到的 這裡過去呢 其實我估計 這裡呢 要先拆住膠 拆了它先 因為做得不是好啊 這個 這個底 是要低於這個底 另外希望出現技術指標方面 是有所的 背切 第二個我們應該要留意到的底 就是這裡 我自己估計 恆生指數 是 回到去見 這個大算是一萬點區 是不期的 因為這個呢 是一路下來 是那時候 雷曼爆破之後 所影響 為什麼會影響到這裡呢 或者回到這裡呢 萬二點到呢 是不期的呢 其實我們要看到 整個恆生指數的港股 所出現的一件事呢 去年的四月 我有一篇文章 是叫做 《堅逼清野》 講的就是說 由於 歐美方面的政治的打壓 要握住中國的經濟 所以它一定拿香港來開刀 其實這個是很早很早已經有了 早到幾時呢 早到應該是 2015年吧 或者2018年 一幾 我忘記了 當時呢 特朗普任來呢 就有了一個香港自治法 其實已經 已經佈置了 而當時呢 有些銀行內部人士 找過我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就說 中美 除了不會扔核彈之外 就會扔銀彈 因此 這裏一定會去掌握 這樣 起到這裏的時候 就在這些地方 搞來搞去就是這樣 特朗普 它既然是可以叫得到 一些美國資金 不可以買中移動 為什麼 它會讓你可以買其他股票呢 所以 這些 是需要去留意 去年四月 我有一篇文章 講叫做 兼必清爺 於是 就說 我們自己盡量 撤退 不要消防 讓人家敷 盡量我們自己買什麼 買高息戶 如果由去年的四月到現在 都是拿著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高息股就是內銀股 中熱動 你在整個這個過程裏 你的損失不會太多 始終 你會有大約是 6、7、8、9、10利息 支撐你 第二件事就是買一些 不要有美國佬 或者外國資金 所曾經有尖手的東西 這包含什麼呢 就是 煤炭股 你買不到嗎 所以 煤炭股 去年隨著中國 國內的需求 自己本身的需求 所以做得好 另外我們也可以有些什麼呢 當然這個呢 我也是15、16 就是一些醫療股 為什麼醫療股可以做呢 誰叫你美國佬 歐洲佬 你不夠我們做醫療方面 這麼便宜、靚、正嗎 所以他們一定還要找我們來做合作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是會有這些優勢 其實另外一個醫療股 可以殺出來的東西 就是 不要小看 這個是特首 在去年10月施政報告所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說 香港會成為一個 自己審核 醫療、洋品等等等等 是否可以得 應用的中心 這一個呢 就是以防你美國佬 哇 我現在很多藥品都要向你美國方面申請 FDA申請 你到時要卡我怎麼做 你神經病 你美國有3億人 我中國有14億人 如果14億人用藥都OK的話 洗鬼你3億人 你會再批我 我不賣你美國佬歐美 如何災呢 我只賣14億人都夠 蓮花清瘟 銀橋 你美國買我多少 是不是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講 醫藥股這方面 是可以去想想的 那 在這點裡面來講 那當然 大家還在想一些 以往 這些大牛龜的東西 其實這些 騰訊給南非股東 美團給南非股東 阿里巴巴給軟銀 是否 這些東西 你還跟它 我在去年4月已經說 放棄這些 當阿里巴巴仲 一百九幾元或者二百元的時候 我有一次宴會上面 跟阿里巴巴香港一個負責人坐在那裡 我當時告訴他 對不起 因為有朋友問阿里巴巴的股價 當時這個是 香港中小型企業協會 一次講投資會上面 我告訴他 我看阿里巴巴會見七十八元 這個是阿里巴巴還是一百九十八元的時候 我說的 中小型企業協會當時 出席的那些朋友 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我在講這個說話之前 我特別和阿里巴巴香港的負責人 打個招呼 我會這樣說 你不介意嗎 他當然沒有可以介意 為什麼會這樣情況呢 是很簡單 是很簡單 因為阿里巴巴有很多東西 是有問題的 港交所沒有法治 因為這些大牛龜不存在的話 港交所的成交一定會少 有人說 港交所現在的市行率仍然很貴 相較於其他的交易所 是 不過有一件事不要忘記 港交所是一隻出油刮入油刮的股票 他們的盈利能力相當之強 好 那內銀股時好時好 不要說了 這個說了 跟著我們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今天可以留意一下普特特 普特特